歐洲國家管理中長實驗 這麼先進的鐵路 一九三幾年就電氣化鐵路 中國什麼時候才有電氣化鐵路的 你看礦區那個鐵路 電氣化那個雙規鐵路 因為架的多好 你看現在抵抗那個什麼 千充百孔啊 破爛不堪了 把原因留下的東西 根本沒有更加的愛護保護去利用它 反而都遭到了毀滅性的重創 就成這樣了 就慢慢經過幾代人 他是 就是中國說的那句話 今人有酒今人醉 明日沒酒喝兩水就是 就這樣子 在這個消費觀念上呢 中國人和這個他們這個綱工人 這個他們受比利時的西方影響 絕對不同 他們有錢沒錢啊 該消費照消費 那瀟灑得很 那一發工作那幾天特別瀟灑 比利時我沒有實際接觸到 我當然我接著他們這些人 當然因為他受比利時這個影響 應該是也我想也是這樣子的 男的也是 你得有錢那幾天狂的狠著了 過了幾天就回來了 再沒幾天就開始跟你借錢了 其實他們喝酒 讓他們說喝酒他喝不了多少 他就喜歡那個 酒吧裡喝一喝 屁股扭一扭 那這扭屁股這真是一局 這在 這確實是一局 身材好看 我把他喝酒 杯子 我跟他喝酒 他喝酒 我喝酒